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员 蓝色那个吗 你小时候他一直觉得是他之前穿的那种 中国上服就是那个样子 好看多了 好听说死鸭子配已经好了 那种衣服没法看吧 那我们有请 性感的死鸭子配 闪亮登场 因为他第一天我们睡衣派对的时候 他穿了一个鸭子的那个道具 戴个鸭子头 所以他那天就叫死鸭子了 他像了他有像那个校门口的不良女 倒是对 再给他一个烟快点 他真的像那个感觉 哪有 你很难演的是好学生的感觉 学校里的不良少女 然后看到了心动的男生 什么样子 先是在不良少女 先在耍裤 然后突然看在心动的 怎么总有一种不良少女的感觉 哪有这么精神 像穿了那个男朋友的校服 对 初中身的就这么大点 不要 就这种 就这种校服 这被腿被打了吧 你的腿是被巴西龙叔给制服了一下 初中女生 然后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糖吃 大叔 我要一个棒棒糖 好 一块 给你 谢谢 谢谢大叔 小姑娘不要不学好化妆 初中身就化妆 初中身就化妆 头发怎么这么长 过肩了 小的我们艺术生都可以留长头发的 来 锦鱼怎么样 评价一下这位初中身在你面前 我喜欢这种感觉的 我跟你说 这衣服就是赢 就是有回忆的感觉 对 大家的配 女生 我想知道她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这个问题好尴尬 其实就是你知道吗 她的粉丝都能替你回答 在采访的时候可能好像 他有标配答案的 这些都有 对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 对 这有标配答案的 金纪公司 都 经纪人都会把她那个 答案先写好 这个答案不是经纪公司 因为这个答案是我还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 我自己在采访上答出来的 对 我是觉得 首先是这个孝顺嘛 因为我很希望 你别说 你别说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弹幕发起来了 那弹幕来打 对 你就不用打 对 善良的 善良孝顺 罗莉 罗莉看到有人说孝顺 你们想到了谁 大胸 欧美脸 罗莉善良孝顺 你看这弹幕是不是满力 真的好多人 欧美脸 漂亮 美美 是不是满屏都是这个 我不善良不孝顺 孝顺 不罗莉吗 都不知道 孝顺 孝不孝顺 我不知道呀 你到底说了几点 当时回答的时候说了几点 我记得我首先说的就是这个 孝顺 孝顺的善良一条美 然后他们问我 喜欢外表什么样 女性的类型 对 外表什么呀 对 我回答的好像是这个 好像是 假设哪个明星 女明星的类型 我不跟你讲明星啊 我就跟你讲这个类型啊 好吧 我喜欢腿 腿好看的 韩国 韩国的 我们知道腿好看的很多 我们知道腿好看的 然后长得有点 你的腿好看是什么样叫腿好看 这很重要 有细白吗 欧美那种 细白肠 细白肠 肌肉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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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说中国那种只是瘦 只是只是瘦 那我们都没机会了 对不起 万四个腿是有肌肉腺条的 厉害了 我有马甲 还有马甲腺 就是腿长呗 我听到现在就是腿长 外表来说 欧美脸 欧美脸腿长是吗 好 可以 欧美脸腿长 可以 你喜欢哪个女明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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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女生 这个好难答啊 这种问题第一它很难答 第二也不太方便答 尴尬 我教你一个 就一个类型 你就找一个可以做你奶奶籍的人 就是老派的 比如说叫不得罪 特别喜欢中途风 就这种 哦 中途风 地址特别好 我喜欢私情高 我喜欢黎一 你怎么抢我女神啊 抢走了 想走了 想到了 寄好了 说 就是说 你觉得女孩子的性格是 就先不说外表 外表就很正常 你是喜欢那种特别汉子 特别独立的那种 还是说就是很会撒娇 很甜美的那种 小鸟裕 你也是小鸟裕 你也是小鸟裕 我喜欢可能独立一点 但她很汉子也没关系吗 你和汉子就是 你说的汉子是性格还是长相 性格啊 长相女汉子 其实比较大大咧咧的是吧 嗯 我刚才想这样多一点 是这样的 嗯 孤寡老人 好吧 汉子 嗯 万万是你 她说 取出了许卫舟三个字 哈哈 哎 你真的没 你的眼睛 你这笑 当你和哥哥 当你吵 我想对你好 哎 吃多少东西 不是很饿今天 我东西不好吃是吧 好吃的呀 大叔吃了好几个 对啊 我都可以请他吃大包子了 今天没有带我的生煎包来 我都可以让你尝尝我的生煎包 大包子 对我大包子还有一首歌呢 来打一下初误 初误能给大家放一下 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没有啊 那之后我们这个好好吃的环节主题曲 就但凡到示范环节就开始放这首歌 可以可以可以 大包子我真的很喜欢吃生煎包 吃饱了吗大家 吃饱了 吃饱了 嗯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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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